大家好,歡迎回到最後一集的ASML調查局 韓芳在這邊感謝各位觀眾對我們這幾集以來的支持 那我們這一集要討論的是無城市 在電影裡好像蠻常見到無城市的 但是它實際上是怎麼運作在做些什麼好像不太知道耶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人知道,走 小時候有聽過家裡有親戚在無城市裡面工作的經驗 就是你要穿無城衣然後你才可以進去那邊工作的一個地方 就是有放一些很先進的高科技的儀器 我會蠻好奇的,因為之前有去面試 不會,可能上廁所或喝水,對都不太方便 我沒有想過,整個好像會很熱的感覺 到底半導體工程師都在無城市裡做什麼,是不是限制都很多 像我身上穿的啊,就是進去要用的無城衣 不是我要說,光是在Garning Room 就覺得還蠻熱的 不知道無城市裡面是不是也是這樣 街訪之後啊,民眾真的對無城市都充滿好奇耶 那我特別帶來到林口辦公室看看三位同事呢 可以告訴我無城市到底在幹嘛 那我們先請三位同事幫我們做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Harrison 負責Eostar Manufacturing Co-ordinator 大家好,我叫Andrew 我也是在ISMO林口工廠的Eostar 負責機台的組裝 大家好,我是Noah 那我在林口工廠Reuse 擔任GRC的維修工程師 其實我更好奇 林口無城市主要到底是在做什麼啊? 林口工廠無城市其實主要負責三種產品的組裝跟測試 其中包含MPS Retical Handler跟Eostar Machine 我剛剛其實有穿到那個無城衣 我還蠻好奇為什麼我們進到無城市得穿那個全副武裝啊 其實我們一般的衣物在日常生活中會沾染很多的灰塵、毛屑等等 那如果沒有這些無城衣的話 無城市是會被受到污染的 那我們ISMO的無城衣是有特別設計過 是不會沾染任何的灰塵跟毛髮 可以維持無城市的純淨度 然後除了無城衣跟無城帽之外 我們還會戴手套跟口罩 以防身體的皮屑或是一些飛沫之間的噴出 然後就會污染我們的機台 因為我們在進入無城市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一個叫做鳳凝室的Air Shower 它的目的就是將我們身上的灰塵啊 就可以經過這個Air Shower 把它吹乾淨之後 讓我們可以完全沒有帶任何灰塵進入無城市 你們大家在無城市的一天是什麼樣子啊 我是負責EOSOT的組裝跟測試 所以我們一天的話 在裡面工作時間跟大家一樣都是八小時 我是EOSOT的口罩人員 我進入無城市 主要是負責機台進度的較勁還有問題的追蹤 你們在無城市一整天啊 穿著那個無城衣 上廁所啊還是要喝水 你們打噴嚏的話都不能在裡面吧 在無城市裡面打噴嚏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你是有戴口罩 像手套啊口罩這些 如果弄髒了都是可以隨時更換的 對啊而且如果你有 比如說你要想上廁所喝水的話 其實這種基本的生意需求都可以隨時出去 快速的穿脫衣服之後再進來就好 如果你真的想要喝水的話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更衣室決心入的地方 還有自備台銀水機 你是不需要做全身的穿脫 就可以在那邊做銀水了 上次你這樣穿裝備三四個小時工作 在無城市裡會不會很熱啊 其實不會耶我都是穿短袖進去工作 因為其實我們裡面的空氣啊 它都是固定恆溫23度 主要是靠我們有兩大非常堅強的設備 讓我們裡面的空氣非常的流通 此外呢裡面的空氣其實也非常乾淨 我們裡面其實也是一個鎮壓的環境 也就是說外面的灰塵其實是進不來的 裡面它號稱地表上最乾淨的地方 所以其實大家可能皮膚都還滿好的吧 其實無城市裡面就如剛剛Noah所講的 溫度是固定濕度也是固定的 那當然還是看當天的工作項目的不同 基本上是不會有每天都滿身大汗出來的情況 艾斯摩爾在設計的時候 也會讓我們可以借力實力的去組裝機台 所以不會時常需要動用很大力去工作的 不過你們工作的時候是一個人在裡面嗎 會不會很孤單或很寂寞啊 其實正常組裝的時候都基本上都是兩個人 只有少數做測試的時候會是一個人 我們平常機台在打包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關鍵的步驟是有一些風險的 會常看到四五個人湊在一起去做 越多人是越安全的 像我們工作環境大家跟彼此間的距離都很近 不會說遇到今天需要求救或需要幫助的時候 會沒有人幫你 所以你其實不會感到孤單 那一定有什麼難忘或有趣的事情發生過吧 艾斯摩爾無存資者也其實非常依人為本 像是你衣服破掉或是濕了流汗等等 都可以立刻換 灰人隨時做補充 然後連手套跟口罩都是一樣 像我自己遇到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 就是機台其實平常的問題都是一些電路啊 或是硬體 曾經有一次我們機台的水冷系統有異常 現場的工程師就跟我回報 他被那個淨水的冷水噴著血塵都濕了 所以那次的回憶相當的難忘 透過剛剛的員工大解密 我才發現原來AISML的無程式工作起來 一點都無聊 而且他們之間還滿緊密的耶 不知不覺都到了最後一集了 在這段過程啊 我們跟著AISML一起破解了六大迷思 對於AISML還有更多想了解的地方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處留言喔 那我們AISML調查局 期待跟你再相見